上午的7点12分来到气象时间 今天依旧很适合外出踏青 我们就带您到桃园的石门水库这里走走 从即时影像可以看到太阳已经露脸了 而且照应在水面上面 真的是很漂亮 而这里风景优美 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风庙 最经典的就是您画面中看到的 站在至高点俯瞰S型的一个霸顶大道 隔开水面 真的很漂亮 只是最近石门水库这里水情很吃紧 所以蓄水率不到33% 要提醒如果当地的用水一定要特别节约 我们继续来关系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 因为未来几天只会一天比一天还要干 我们从今天的地面天气图 可以看到这两天在长江流域 有封面正在冬移影响着台湾 实则台湾附近的风向 从东南转为偏南到西南风 所以整体感受又比前两天更加的热 今天高温都会超过30度以上 气象鼠也针对了彰化道公雄 一共六个县市发布了所谓高温警示 而且亮的就是黄灯 黄灯代表中午前后将会有出现36度的高温发山 到时紫外线也可能会超标 民众外出要注意防晒也要多多喝水 而这样温暖的天气形态会维持到星期二 到时有风靡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增强 北台湾就会稍微的转凉一些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三日预报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目前北部的温度又是如何呢 其实北部今天的低温大概20 高温31度左右 而今天两天落差不会太大 但是要留意的是到了后天 也就是我们提到的星期二 有风面又有东北季风 到时候天气会出现变化 气温下滑大约3到4度 大概低温18 高温剩下二字头只有27度 所以还要提醒清晨入夜十分有凉的感觉 到时候有降温之外 天气也会转为一个短暂雨 据中南部地区 未来几天大致维持的是 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状态 低温21到23度 高温在今天有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 东部这边的温度变化比较没有那么大 我们可以看到东部这三天 低温大概21 22度 那么高温27 28度 不过特别留意的 其实降雨情况比起其他地区 东部这里的降雨几率还是高了一些些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降雨预报 12小时的定量降雨预报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有局部地区受到热力作用的影响之下 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雨 主要急重地方就是在宜兰 还有靠近山区的地方 另外花东地区这里也有机会出现短暂雨 但是西班部地区还有双北还有基隆北海岸 这些地方大致都是多云道勤的天气 那么入夜之后水气又会更明显的减少了 可以看到非常的干净 只有东南部地区会有一些水气 所以接下来到入夜之后又会更干了 因此今天的气象小丁尼 我们继续来看到的就是 今天气温比前两天还要更热 各地高温都会占上三字头 而局部地区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 要留意防晒同时 清晨还有入夜这两个时间点 各地降温是比较明显的 要戴件外套 另外有计划前往山区活动的观众朋友要留意 因为有午后热力作用的影响 有可能有局部的云雨发展 要留意天气上面的变化 西部还有离岛 夜晚容易有局部雾 所以要提醒开车独取 能监督很差 要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 以上气象资讯提供给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